日前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演员委员会首届演员沙龙在今举办 多位领导及演员出席 演员的高片酬一直被一夜内尤其是制片方所诟病 再次被问及演员片酬的问题 唐国强认为这是市场规律使然应从源头上解决 如果说演员就要降下来了 那这钱多出来给谁啊 它是个市场行为 市场行为按照市场的规律去做 我们只是作为一种自律 如果这样的过于的高 可能会影响到将来的片子的质量 这个自律的问题啊 我说它这是一个系列的行为 不是哪一个人的行为 你比如说某某演员 他自己说我把片酬降下来 那他可能要造恨了 是不是 那你见见我们怎么办 但是首先按照一个市场规律去做 从源头上做一些调整 我想问题逐步是可以解决的 唐国强还笑称真正赚大嫌的 其实是电视台并非演员 至于演员协会 会不会采取一些测试 进行调控唐国强之言 我说我们既不是用人单位 又不是卖人单位 我凭什么发这个东西 什么都没有人不听你的 你最多你自己喊两句自律吧 因为是市场经济 所以这个问题我想 恐怕是要跟有关领导 坐下来咱们一起研究一下 听听大家的意见 而不是说一个想当然 或者一发令大家就执行了 那要找是什么原因 促成了这样一个状态 找找原因就行 大家只是说我们从 互相接触交谈上 能够把这个问题谈清楚了 大家心情很舒畅 降下来也很舒畅 而不是说变成了一种怨恨 演员素质层次不齐 一直是演艺界存在的一个问题 不少专家表示 我国演员价值评估体系缺失 从业者门槛过低等问题 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 表演艺术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演员职业资格认证体系 也是当务之急 虽然想法不错 但唐国强却表示 演员委员会其实非常困难 并称应该建立一个理事会 吸引企业界的人士 多多支持协会的运作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